日前在洛杉磯新裔導演林玉維 舉辦首部長片電影《誰殺了?比利比利》的視影會 本次電影視影會由文化部台灣書院推介 導演林玉維表示 作品創作過程當中透過自助家庭的演出 以重演、重製的概念 去復訪導演所成長的原生家庭 並且透過一連串的影像重製 那在發生這樣子的一個情緒跟他這個狀態的時候 他被家人每一位成員所看到的那種過程的經歷 那當然有些是可以接受 也有些是不能接受 那最終他是被他的這樣子的一些行為 然後跟表征的一個狀態 然後被社會給背叛 然後也被家庭的成員背叛 作了他電影的最後是 也是投入一個大量的愛 是要去保護他最心愛的家人 基本上演員都是很專業 我們可以跟演員溝通 但是因為外面的演員 他過多的他就只有一個身份 就是導演 然後可以跟你就很專業對專業 但因為在家裡面的演員 他可能我是一位父親 可能我也是一位先生 那所以說他的角色是比較複雜 所以在溝通起來上 大家專業對專業的時候 可能他就會提出很更天馬行空的 不是在導演的思考的這個範圍當中 其實在跟老公合作的話 其實我不單單只是演員的身份而已 我還要顧及到很多 比如說我也要幫忙去看一下 這腳本在上面畫 是不是適合我的一個演出 然後或者在演出的時候 我也會顧及到說 我在我的導演老公旁邊表現上面來講 好不好這樣子 然後當時在拍的時候 我就是想把這件事情給拍好給做好 可是當整個成片在看的時候 我每看一次我就感動一次 我每看一次 哪怕是一個小片段的配音 哪怕是一個小片段的翻譯或者是什麼 我真的是看一次感動一次 今年台灣電影作品在國際上表現兩眼 為協助台灣業者持續深耕國際市場 誰殺了比利比利入選為 堪成Highline Fuse Project 洛杉磯市影會和台中放送局同時展覽 希望為民眾帶來豐富的跨越領域和演繹方式 還有多元的創作主題成宴 天后衛視採訪報導